妳的媽媽要洗口 因為這個弓線還不能碰水 妳怎麼說 她說 妳家就是口腺不好 趕緊要出來 然後去弄到廁所地上的門檻 她說妳家家的個性格很急 媽媽的個性格很急 跟媽媽個性一樣急 這個是兩回事啊 再有想過對她的家長是二次傷害 一開始老師也沒有老師說 她的傷口多大 她就一直跟我說 是小傷口有點生 當下小朋友帶去診間的 醫師跟我說傷口很大 請媽媽出去 妳講一下小朋友的狀況 小朋友的狀況 就剛那天就要讀小班而已 中午就發生狀況了 學校態度 學校態度就是不理啊 怎麼說 剛開始有電話就是來關心 到最後就不太理了啊 因為我要打算要提告啊 小朋友在休息時間整群去上廁所 老師卻沒有在旁邊照顧 導致小朋友之間互相推擠 而產生傷害 後腦勺縫了事真 這時候 校方跟老師 基於民事契約 都要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在行事上基於保證人地位 都要負過失傷害之責 在民事上的賠償 即使有平安險 但這時候如果平安險的金額 不足以補償的話 那這時候校方跟老師 還是要補足這個損害賠償的金額